1. 藝術鏡 《 音鏡》裡面有一句我試圖的 整個演唱會的概念都是圍繞著圖和水做註題 因為自己的想法可以像水一樣 做人處事方面其實水也有很多哲學 這首歌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用一種好自己的方式去帶動水流動 好像一個瀑布一樣 一個浪桃一樣 去告訴大家我要來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水的一種形態 所以也很感謝小黑老師幫這個網寫這首歌 因為這次演場會一直想不到一個很合適的歌去演繹 整個演場會 因為我覺得以往自己的作品裡面 那個主題目的性都很大 希望寫一種純粹關於水的一首歌 就用了自己的名字用途去演一首歌 裡面的和音 其實裡面有很多opera 全部都是真實的合唱團去播出來的 chorus 方面其實很氣勢的chorus 在以往作品裡面 應該都沒有這樣的哭拉給大家聽到 這次的排舞老師是小梅老師 在大家心目中都是很大師級的老師 他就用了很多布的元素去表達這個水的形態 很多不同的picture 大畫面給大家看到 正如水一樣 水在不同的形態會有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方式去出現 所以其實在整個演唱會裡面 都想用很多種不同的曲風 用不同的舞種去串連整個演唱會 有點像水一樣 可以包羅漫遊 所有的風格都可以混在一起玩 不需要去特別區分開 自己有保持著物理治療 還有帶著腳枯去跳舞 所以都ok的 不用擔心 演唱會會有幾個 對啦 《彭培圖》這首歌 還有一些新歌會在裡面出現 給大家順帶一個驚喜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有很多新的 或者大家想不到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準備一個好的身體 看表演就可以了 我不要求大家做那麼多東西 請大家訂閱、留言 還有 livestream 跟icho音樂 再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